各位网友,大家好 一起跟进一下 在英国的港人 移居港人 移英港人 现在大件事了 因为英国骚乱 乱乱乱乱 玩牌势 反移民 个个就哭怕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需要回流呢 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跟进一下 其实在英国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想象中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不要说得这么复杂 先收拾一下 先放开一点 老吊牙 人离乡战 讲完 是不是 当然了 没事就没事就没干 有起事上来 第一个就做战斗 其实 在世界 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的历史 有时候都有很多这些排华事件 我最有印象 我年轻的时候看新闻 说印尼排华 那时候那些 很可以空残的 是不是 其实在这个世界 不是说只是针对华人 不是说只是针对中国人 还是针对什么 在不同的地区也都会有这些所谓的 极右啊 所谓的他们的民族主义的东西 但久不久都会出现的 去到这些情景呢 你只要你的肤色 你的外观 是跟他们有些不同的话呢 就很容易就成为炮灰 近期啦 近这几年 这么多港人 移民英国 那开始移民那班呢 或者在网上 你会看到 很棒啊 你看你们这些香港人 香港这么惨 对不对 我过到英国 住大屋 哎呀 真的舒服啊 连衣又便宜 哎呀 好像很令人羡慕啊 但是啦 风水轮流转 现在英国就粒粒乱了 越烧越旺啊 那就玩这个极右排阶 那其实呢 我看到就着这个英国苏联 最新数字 警方就说 有成超过700人被捕 更加增加6000个防暴警察 严正以待 我们现在 看看报道先 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 英国警方就说 过去一个礼拜 右翼示威 骚乱已经拘捕了741人 更加会追加 拉多几百人的了 那有700多个拘捕了的人士当中 有300多个已经被起诉了 那这一次的警方拘捕 行动规模庞大 涉及的是英格兰和威尔市 一共43个警区当中的36个 好了 那里面呢 涉及的东西就是 暴力骚乱啊 导舍啊 反社会行为啊 是啊 那当然啦 那开始 想着过去 就是叫做 有些人就过去 为了小孩 为了什么什么 为了他们自己的梦想也好 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空间 想着寻求一个好地方 是否真是好地方呢 开始很多人都说 哎呀真正啊 没什么好过香港呢 当然是如如如大雪菠萝啦 那我就不能够说好还是不好的 因为我没有在英国生活过 自问我没有这样的 我旅游都没有 我没有去过英国 很多人都会周围去的 周游列国其实没问题的 比如你说 我们不去洋鬼子的地方 也不要这么说 其实英国也有很多华人 很多中国人在这里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 世界各地也很多 那其实人要眼界看多些东西 这一样东西是 就是你想看穿这个世界 常常要看通这个世界 看通看透 你就要去学习不同的东西 正所谓读万卷书 不如走万里路嘛 那走万里路 那当然是周游列国的 那我又没有去过英国 所以我就不能够一次过 哇好好好好 但是呢 但是啊 但是有时候 从一些 网上的资讯 或者是有 看下他们的生活 就是他们当地的人的生活 习惯呢 都可以略知到一而的 有人就觉得 英国人是很有身世 是不是 很有 就是讲文化 很喜欢黑色幽默 讲话很搞笑 有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这种文化 就尤其是香港 这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曾经是在英国的统治底下 感觉上面很容易适应 大家都觉得 真的好像不错 那样 那样 但是其实呢 有很多呢 尤其是英国都出了名的了 其实是很差的 有些东西是 究竟有些什么差呢 大家知不知道 尤其是我这些看球 尤其是看球 经常都看得到的 英格兰球迷出了名 是真是很贵的 常常喝醉酒 闹事 因为其实在英国的生活 不是说特别 很丰富 有人说 不是哦 你这么说 不对 我为什么用丰富来形容呢 我们相比起我们 以我的认知 丰富是怎么样呢 例如你可能有 出街去购买 然后可能 有商场行 有东西玩 有可能 这里下去打机 然后这里又可以去烧敲 踩单车 游泳跑步 潜水 什么都可以做 很丰富的 多资多赛 唱卡 OK 捧擦擦跳 什么都可以 就是很多活动的 北上又叫活动 是不是 喂 港人算多活动的 在香港生活 大家认不认同 因为 没理由多过英国的 这一样东西 其实香港是真的 你当然你说 现在可能少了一些 但其实都不是少得去哪里 少了些什么 上山下海游泳跑步 然后去玩 北上去玩 唱卡 家里吃东西 吃喝玩乐 多少 加上现在这么方便 回上去深圳 玩那些高卡车 小型赛车 小孩又有那些 城网 爬爬 吃喝玩乐 一天玩到你会吐 但是你想想 你在英国 在外国 你不是住在市中心 你不是住在伦敦的话 你可能会住偏少少 其实很安静的 那种感觉就是 你长时间 你在新界 常常都说那些 牛屎仔 你躲在那些郊区 天天对着花枝 很树木 对啊 了无人烟 那你又不会 我出去 他来 有个朋友吃东西 可能开车 链几个小时出去 你去吃晚饭 其实那个生活的模式 是截然不同的 真的截然不同 那本来有些人其实对于这种生活模式 其实都很响旺的 响旺还响旺的 但是你其实到你真的自己去住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完全是不是那么过瘾的 那这些生活的模式 本来你说静静的当静静的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原来在英国都会出现了 这种反执 就是针对移民的问题 的暴力事件呢 是的 那有人就觉得 不关我们事的 哪关我们事呢 我见到有媒体 就是走去访问一下 问一些移英港人 就说 喂 现在这样啊 就是中央政府 外交部 特区政府 也都提醒大家在英国要小心一点 那有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就说 会避免去一些示威的地区 那这位先生他就这么说的 接受访问就说 虽然英国有些小规模骚乱 但是大家感觉上面都还很安全 他认为他自己回去自己住的地区 不要周围去就好了 那这一句说话其实就很简单的 我问你 你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乱乱 我这里乱乱就行了 是的 喂 国家自掃门前说的啦 是这样的啦 他又不能够否认 他不能够否认英国 英国有什么 没什么 他又不能这么说 事实是大新闻 报道正在 但是他又要 总之烧不了我的答案就行了 挺简单的说话 他其实后来补充一句就说 小心于啰 这种典型香港人 总之执生了是吧 其实也有忧虑的 你想一下大家 出街啊 突然跟你说过近排很多招牌掉下来 是吧 又或者很多交通意外 那怎样啊 小心啊 你都要走啊 那种好像很无奈 那样的了 当然其实你说 港人移民过去英国 本来想着尋找他的 尋有他乡的故事 但是啦 就是 有一班 是可能这几年才移民过去的时候 发现到 享受了几年 一两年 两三年那种红利啊 过到去 好像很舒服 这样很捨意 其实我都说这些东西 我们表面看而已 其实未必捨意的 老实的 怎会捨意呢 有多少可能都未计算好 你记得有些人习惯了 有些人还未习惯了 过到去 好了 那我近日见到大公文汇 就着这件事件 他也做了一个社评 他说 二英港人越穷越见鬼 怕骚乱杀埋身 找定搬 真是你说死不死 其实英国都有 有贫有贵 就像香港那样 有些低收入地区的住户 什么深水宝啊 对不对 英国都有很多的 都有很多 就是叫做 不是有钱的地区 越是有 越是越狂的地方 感觉上面就容易被人 挑起一些 这些仇恨的情绪 其实也挺麻烦的 所以我见到大公文汇 他说这次苏联 英国苏联 发生英国最贫穷的地区 例如曼徹斯特 利物浦 汉洛丁 而且有很多英国人 拿着那本 英国人 有很多 二英港人 拿着那本 BNO 移过去 就是因为 为了 他改变他的生活 有人说要寻求 他的梦想 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 无论你北上也好 无论你移居也好 我觉得 真的有一样东西是对的 就是 香港生活成本太贵了 你出到去 你都说 钱便宜很多 你立刻差很远了 本来你在中产 你过去变成富豪的时候 你想想 是不是差很远的 等同而已 你在香港基层来的 你上到内地 北上消费 你突然变成中产了 是吗 你完全 你突然之间 升高 他人很舒服 等同而已 有人就说 我去 内地消费 餐餐的服务 可不可以 不帮餐 香港 是什么 纯粹便宜的 一定是金钱挂税的 你去到 搬出去 有人说 我为自由 我要为什么 是 可能是 你看现在 多危险 自由 所以你说 有时候 不一定是好事 这些事 你过去 你发现 原来 死了 又多了这些 这样的骚乱 反移民的 针对的示威 稍后 飞砖头 来 飞一些东西 外国那些 这样的示威 骚乱 不惹小的 偷野 爆舌 放火烧车 然后 然后 不停 打到 很夸张 真的很夸张 其实 真的是 真的 我看到 有 文汇 大公文匯就说有居住在曼城的 而英港人就说今次吓死了 可能要搬 搬到去哪里 其实现在在网上 有很多人深信一样 其实香港人像乱一夜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会吹奏 过去英国哪个地方落脚最好 最便宜 其实原来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发生骚乱的城市 在英国政府贫穷指数当中 最名列前茅的 米道士堡 利物浦 曼切斯特 等等这些地方都是 英国十大最贫困城市当中 占了几个 另外还有汉乐丁 内切斯特 我不知道内切斯特 这个译名是 因为那些译名是 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 香港叫李斯特城 也是这个 贫乏指数 最高10% 还蛮严重的 还蛮严重的 因为原来这些地方 是往往最多 已经港人落脚的地方 为什么会多人落脚呢 一来就像我刚才那样 看球 捧那些球队 还有你本身很多人都不认识 你只认识那些 曼联 曼城 利物浦 车路士 阿仙劉 你认识这些球会 热刺 你能说出的 可能再偏一点 洛丁咸 埃华顿 是吧 那是维拉 即是阿士东 你能说出 我给你说出 英超的球队 你只认识这些 大球队 那你就去这些地方 是吧 另外 其实 另一件事就是 刚才说的地方 就是那个租金 比在伦敦 或者一些大城市 是会低很多的 再加上 网上 有一班人都在吹奏 就说 哇 这个地方又便宜又正 又抵责 那些人都一窝 香港人都拥过去 但是 其实 可能真的没有了解清楚 为什么 那个生活成本低呢 就是那个经济 资源 不足 失业率较高 居民本身 也都比较贫困的 是咯 所以 也都多难民安置在这些地方 所以其实都 很难搞的 你想想有什么事情起来 就是移英港人 这一班人 在那里 居住的地方 首先出事了 所以 其实现在 有一些 住在曼特斯特的港女 移英港女 她说 就是当初 看了网上的那些简介 才移民过去的 后来 发现了真是窮人多 治安又很差 再加上 现在发生了 骚乱的地方 经常上班的地方 她都很害怕 担心自己的膚色 下一个就被人打了 是的 其实也是 你想想 你想想去 去找一个舒适的地方 安居乐业 但我告诉你 其实不是的 再加上 现在看到 多个 爆发冲突的城市 也有很多港人在这里的时候 也有人说 担心 会被人趁火打劫 甚至有人说 英国政府会取消 这个BNO签证 老实 不要 不要说 BNO签证 你先保住自己的安全 是不是 就算你说 不是的 我持BNO不同的 在这些极有的人士当中 你肤色不同 你头发不同 黄皮肤黑眼睛 他怎么会觉得你是英国人 是不是 不会是 你一个华裔 他以为你在眼中你是中国人 是吧 我才知道你拿什么护照 所以其实 你不要天真 有些人 其实都说得很清楚 是要极度小心 因为他 边缘今次 他今次是反某的一个 可能是穆斯林 那些 下一次会不会是亚裔呢 亚裔也有可能 也有人说 有些店铺 因为示威提早闪门 因为派了那些示威者趁火打劫 很多人也会借着这个示威为名 破坏 打劫 去排斥一些非白人的种族 所以 都 是的 你说移民了过去 不怕 就是假的 第一时间 就拿你出来祭旗的时候 就说你什么香港人 拿着什么BNO 其实就算你是当地英国居游 我给你拿过居游权也好 膚色不同 就膚色不同 始终那个地方 就不是你的原生地 是不是 所以 人来乡战这些说话 都是 挺惨的 听到之后 所以你说 移民英国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事件 再加上那些经济不好 真是 都不知道为啥 去了 更加一个 差的地方 不如回来吧 会不会引发一个回流潮呢 可能都会的 好 那今集分享到这里了 一节再说 拜拜 拜拜